台湾总统蔡英文 于11日的总统大选投票中 已破纪录的800多万票成功连任 多国领袖 正要纷纷致电祝贺 引发北京当局不满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怒抢诸国 向蔡英文祝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 耿爽并强调 希望有关国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和官方性质的往来 慎重切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使力发出任何错误讯息 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为护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大局